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日本财务大臣林木俊一 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 于5月13日举行了双边会议 林木在开幕致辞中表示 今天我们希望能够讨论我们在宏观经济管理 对俄罗斯的制裁 支持乌克兰 债务问题 加强供应链等方面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时间有限 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讨论各种问题 G7财政部长正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该会议在日本北部举行 下周将在日本广道举行领导人峰会 据路透社看到的最终草案公报显示 G7财长们同意在年底之前启动一个新方案 以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 并承诺解决银行系统监管漏洞 複数项 mix